大家好,欢迎来到伴汉迪的频道 我是Steven 今天这集影片呢 我要带大家去逛台湾的supermarket 因为我在逛台湾的supermarket的时候 我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 不管是哪个大型连锁品旁的supermarket 它里面贩售的韩国的食品都多的 超乎我的想象 就是我才会在逛这些台湾的supermarket 都有一种好像在逛韩国supermarket的感觉 所以今天呢我就特地挑了一间 台湾大型的supermarket 然后我来带大家看一下 它里面卖的那些韩国食品呢 到底是不是韩国本地来的哦 那现在就跟我一起出发吧 那现在呢我们就跑到这个大型的supermarket 不过我有点惊讶 就这家大型的supermarket 它是24小时营业的 在韩国好像比较没有24小时营业的supermarket 至少我现在回想这种我是想不到 就连大家最爱去柔柔车站的乐天超市 它会开的比较晚就是到晚上的12点整 可是你要说到24小时营业 至少我现在脑袋也想不出 不过我从韩国回来啊 就是我发现有一点是台湾跟韩国的超市蛮不一样 就台湾的超市啊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Costco的关系 Costco大家都知道它是讲求那种超级大分量的嘛 可是我发现现在除了Costco之外 其他的那些大型连锁品牌的超市 他们好像现在都开始有跟进这种超级大包装 不过它这个也不算非常大就225克 卖95克 台湾的这种零食价钱是任务的 韩国都在这里耶 那我现在开始来烧个尿一下 这边卖的东西跟在韩国的超市有什么区别 首先是 诶 这里有卖这个耶 这个no brand的 这个我在韩国是温泉去马来鸡 因为我很喜欢吃甜 然后这个超级便宜 在韩国是卖980 就是25块台币 这边卖49 OK啦我觉得 因为基本上它是搭飞机过来的嘛 然后还要再加税 25块台币卖到49块台币 基本上来讲它赚的也不会很多 连这种巧克力的夹心的饼干 就这个是大家去韩国很常买的 算是它这个包装是非常的小 这样69 诶 这个可能价格会比较贵的 因为一般我们去到乐天超市 我们买的会是那种比较大 就大盒的 那它这种价格的话 一般都是3000到4000 就是75块到100块 哇 诶 它这边有这个no brand的这个饼干的耶 我很喜欢吃这个 因为它很大桶 就很适合你在看电视 或看你邻居的时候哪一颗 不过这个的价钱 我就有点没有办法接受 因为在韩国啊 就这样一桶饼干 它是卖2800、2900 当然有些口味 比如说像中间那种Coconut 它会到3900左右 可是你换成台币 不管等到就是75块到100块 它卖到台币205 已经接近triple啦 所以像这种的价格 我就没有办法接受 因为我觉得我可以接受在140啊 你卖到200块的就是还是太棒了 然后旁边呢就是泡面 实际上泡面呢是我最惊讶 台湾人有这么喜欢吃韩国的泡面啊 虽然说口味一定是不会有韩国当地期啦 可是有一些还蛮新的口味 所以这边也都买得到 像这个 这个Ju MEN是今年还是去年底 新出的口味 不过价钱呢我真的就没有办法接受 因为在韩国啊这样一包 一般都会卖到4000多 也就是差不多100块 或者是110多台币 那它这边直接给你卖到269 就是泡面这种东西我没有办法接受它的价格 你要我花韩币1万块去买一包泡面 我办不到 这边是我真的非常想要吃去解餐 当然台湾超市里面看到这种韩国的调料 也不奇怪 像这种果醋酱 而且我比起像那种泡面 它果醋酱价格反而还蛮正常的 因为像韩国这样小小一盒 但是厂牌也会有不一样 可是像这样小小一盒 果醋酱一般会卖到4000到5000 如果是这种最小的可能3000就好 你看这边也就卖到8000 基本上是Double 可是因为这种有重量嘛 所以我觉得它运过来的运费上来讲 上一小盒200块我还蛮乐意买的 然后最让我感到激烦的是这个 SAM醬 这边居然有欸 就是吃烤肉沾的 其实如果大家下次 比如说中秋节还是什么节日烤肉的时候 欸 我发现它把它翻豆瓣酱 因为其实SAM醬 我一直不知道把它翻成中文会叫什么 我一般可能叫豆瓣酱或烤肉酱 那大家下次如果有节日烤肉的话 大家可以试试看 沾一点这个 可是不要沾太多 因为它真的还蛮咸的 大家如果吃过的话就会等我再说什么 欸 不过我发现它没有卖醬 对啊 你看它这边全部卖都是果汁酱 它没有卖醬 它没有卖醬 好笑啊 表示这个桃肉不爱吃那个 全上就是大酱 大脚糖那个大酱 它这边没有卖 天啊各位 你们应该不需要再跑到韩国去买巧克力派了吧 全部都有啊 算说他们的包装应该是换工 可是很明显这就是热天啊 而且这个口味就是在韩国最常买的 我看一下它的产地是在哪里 韩国啊 而且你看这样一盒才卖多少 87块 换成韩币3000多 你们真的不需要再跑到韩国去搬巧克力派了 台湾的大型连锁都有 而且价钱跟韩国基本上一样啊 根本大家都不需要再跑到韩国去搬啊 然后接下来我来到泡面区了 可是这一区呢不是进口食品区 可是大家可以看到啊 基本上那种韩国人最常吃的口味呢 在台湾真的都买得到 像是这个辛拉面 然后诺狗里跟这种万胸炸酱面 这边都有耶 然后还有那个蒸拉面 蒸拉面事实上也是韩国人非常爱吃的 不过可能台湾人比较少吃 所以大家把它放到那个进口食品区 可是你看像一般韩国人常吃的 这边都有啊 不过有一点很奇怪就是 这个 我一直有个疑问 就我是在15年前去的就是国外 国外呢 就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个辣白菜都有 可是你这能进到韩国本地 诶是看不到这个辣白菜的耶 真的这个辣白菜我在韩国待了那么久 我完全没看过 可是我一旦离开韩国啊 基本上你到哪个国家都可以看到它的存在 它原产地到底是哪啊 诶是韩国制造的耶 我看到上面是写的产地是韩国的 可是很奇怪耶 在韩国真的我们看不到这种辣白菜 我们不只看到辛拉面 我们看不到辣白菜 可是一旦出了韩国啊 到处都看到这个辣白菜 而且是韩国制造的耶 有没有人可以稍微解答我一下 然后现在我来到就是冷冻区 因为我后来发现了他们会把那种 韩国人很常吃的 就不会特地把它放在进口区那边 所以我觉得我还是有必要来到 冷冻区来送个庙一下 会不会有韩国的商品躲在这里 哇你看泡菜 像这种 有些应该是在台湾这边制造的 不过像这种CJ 应该是进口过来的 我瞄眼 CJ的话这个就是在 韩国本地制造之后 它在进口过来 这样子500克卖1万块 OK啦 很奇怪耶 反而泡菜的价格都不会太贵 反而是那个泡面价格都变成Turiko 像泡菜啊 这样一袋喔 卖1万块韩币 跟你讲不会会贵 在韩国本地卖7到8千 因为我大家可能很难想象 泡菜是韩国人 他会每天吃的东西 可是泡菜呢 事实上在韩国 就是它不是便宜的商品 尤其在今年晃下雨嘛 然后他们韩国的那种白菜啊 现在都要仰在进口 所以现在价钱更贵 所以在台湾人 卖到这种便宜的价格 诶 如果我从台湾进口韩国回去卖 不知道会不会有断头 好啦 那我已经从刚刚那家 超级市场里面出来了 其实这样逛下来啊 会觉得 哇 虽然说是台湾的超级市场 可是你走到韩国那一圈 你会有种错觉自己 是自身在韩国的超级市场 不管是卖的商品的种类跟数量 让我们这种长久住在韩国 然后偶尔回到台湾来的人呢 有时候想念韩国的食品 稍微来解解残 其实一用它卖的数量各种类 是绝对错误原因 像是你看连狗厨长跟商奖 尤其商奖都有 我白以为台湾是不会有卖商奖 不过台湾啊 真的是没有卖屯爪 这点真的是让我很压抑 可是其他像是臭面 种类非常清全 然后你看像连巧克力派 在韩国卖可能都还没有像台湾那么便宜 然后其他像是辣炒年糕跟泡菜 其实真的啦 就我们一般很常吃的东西呢 在韩国的超市都买到 当然除了有些价钱比较夸张以外 可是给我们解解相仇 其实也是绝对错错有缘 好了 那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这个特辑 那我们下集再见咯